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富有深意的电影《欢乐谷》 主人公大卫和珍妮福是一对双胞胎 哥哥大卫性格羞涩,不善于交际 他最喜欢窝在家里看黑白电视欢乐谷 而妹妹恰恰和他相反 开放热辣,还喜欢和各种小哥哥约会 这天晚上妈妈出城去和新男友约会 妹妹趁机把男友约到了家里来 男友快上门时,欢乐谷也快播放了 大卫和妹妹因为看不看电视的问题起了争执 遥控器也被他们抢坏 就在这时,电视修理工突然上门 拿了一个新的遥控给他们 两人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抢遥控器大战中 却因为不小心按到了一个按键 直接进入了电视剧里面 变成了欢乐谷里面的角色 这里的一切全是黑白色的 食物看起来也毫无食欲 修理工告诉他们 想出来就必须按照剧情来走一遍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遵循剧情来 首先他们得先去学校上课 路上他们看到了消防队再救一只猫 实际上消防队员只会救猫 因为这里连火都生不起来 妹妹十分抗拒留在欢乐谷 但她发现了一个帅哥马丁 在剧里的设定是马丁喜欢妹妹的那个角色 所以妹妹又改变了主意 而大卫在欢乐谷里是篮球队员 在这里他们随便乱投都能进球 除此之外,大卫还是快餐店的服务员 每天只有大卫到店时 老板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 不然就会一直在店里面擦桌子 马丁很快地就约妹妹去了情人巷 原本情人巷只是小情侣们约会的地方 但妹妹本性实在过于开放热情 和马丁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周围约会的人都被惊呆了 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也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改变 镇上开始出现了红色的花 第二天,大卫去球队发现 大家都不打球了 而是在讨论昨晚妹妹和马丁做的事 教练来催促他们训练 却发现所有人都投不进球了 伴随的是出现更多的改变 有人的舌头开始变成粉色 很多物品,例如车和樱桃之类的 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色彩 而让大卫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老板突然不想工作了 他告诉大卫 自己真正喜欢的是画画 而妈妈打牌的时候 也开始出现了红心 之后妈妈问妹妹 在情人巷发生了什么 妹妹告诉妈妈 她和马丁发生了关系 妈妈很疑惑,也很震惊 因为她和爸爸在剧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关系 妹妹还告诉她 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放松自我 却因为这样的行为引发了门前一棵大树的自然 大卫立马去找消防队 但消防队根本就不理会火灾 情急之下 大卫告诉他们树上有猫 消防队才开始行动 可是他们根本就不会灭火 还有大卫手把手的交 之后为了表扬大卫的英勇 市长给她颁发了一个奖章 这让女孩玛格丽特开始爱慕她 但原本这个女孩应该喜欢另一个男孩才对 年轻人也开始对欢乐谷外面的世界产生好几 在大卫和妹妹的科普下 他们知道了很多 这里的书本一开始有了内容 而在此之前书上都是空白的 从此人们又多了一个图书馆可以去 然而市长却觉得 这种情况就像病毒在蔓延 他联合大卫爸爸一起抵制这种情况 但妈妈已经变成了有颜色的人 为了隐瞒爸爸 大卫还在妈妈脸上涂上颜料 他还为快餐店老板带了世界名画 让他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并且在妈妈的配合下 老板完成了一幅画作 而大卫第一次主动地约了女孩玛格丽特 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美妙 妹妹也开始明白了 人生不止约会这件事可以做 所以开始看起了书 就在这个夜晚 天空下起了雨 欢乐谷从来没有下过雨 大家在雨中狂欢 而镇上的彩色人越来越多 妹妹也恢复了颜色 但唯独大卫还是黑白色 爸爸开始发现 家里已经没有人做饭了 为了杜绝这种事再次发生 事实上他们决定整治那些彩色人 而电视修理工也让大卫兄妹出来 因为他们破坏了这个世界的秩序 但大卫决定要改变这里 一次大卫打走欺负妈妈的混混过后 也开始变成了有颜色的人 这个世界呢 已慢慢地形成了 黑白人歧视色彩人的定论 他们将图书馆里的书都烧掉 还打碎了快餐店老板画的彩色巨画 并颁发了一系列条令 去制止彩色的出现 为了抗议 大卫和老板画了一幅关于爱的涂鸦 这让他俩直接被带到了法庭上 以污染环境和使用禁止颜料控告他们 大卫在法庭上问爸爸 妈妈看起来美吗 爸爸望着妈妈点头 想起了出玉石的美丽 于是变成了彩色人 市长也在法庭上 因为冲大卫发怒 爆发出自己的情绪 而变成彩色人 杰绪自然是皆大欢喜 满堂色彩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内心 随后妹妹留在了欢乐谷 而大卫回到了现实生活 却发现妈妈在房子里哭泣 原来妈妈因为新男友太小了 没法接受 妈妈抱怨自己 已经40岁了 还过得一塌糊涂 大卫告诉他 没有人规定40岁要怎样过 只要随心而活就好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